管理隊其實曾經有一陣子都撿得很嚴 即是你擺斜一點又要罰等等 還有我們比喻很多夜市的管理 可能新加坡做得比較好些 他們將那些大牌檔等已經證得很有規條 很有規模 亦都很美 可以吸引到很多遊客 那麼我們如果是有個比較好些的規劃 令到那些做地攤 或者是吃市 家庭食市的朋友 是有一個長遠一點的環境可以繼續做的時候 自然這些小炒等等的攤檔式的地攤經濟 我們不會叫這個聽 不知道叫什麼 即是這些小販 發牌給他們 管理好他們 令到他們有一個長遠一點的環境可以繼續做 如果我們有這麼多的特色的攤檔的時候 我們有看相 可能有些工藝品 即是很多傳統的工藝品你沒有了 現在譬如說做麵粉公仔 甚至磨刀等等 沒有了 你想想做龍鬚糖等等這些 這些是逐漸適微殺的 如果我們用回這些的公式 但是我們配合回現代化的管理環境 應該會逐漸做得好一點 但是我們不可以這樣一刀切 不是說我只是給他資助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想知道其實究竟我們那個夜市 或者我們去看看鄰近地區 內地也好 台灣也好 夜市究竟有什麼吸引的味道 就是他們的特別地道的小食 工藝 所以我們要拿回香港的味道出來 就是很重要的 香港的味道